师兄跟这个美道冒泡的友情师姐 也有问题 蓝领勒的草屋中 这位李长寿唯一正版师妹 正在矮桌后的蒲团上盘腿端坐 捧着面前冒着热气的茶杯 心底一阵思量 左边瞧一眼 是刚寻来的冰山美人 友情悬崖 他正保持贵坐的姿势 闭目养神 静静地等待师兄现身 右边看一眼 九九师叔正趴在桌子上 发出轻轻的憨声 一副睡眠严重不足的模样 氛围略微有一丢丢的尴尬 他们怎么 都是来找自家师兄的 师兄仅仅只是去了一次 北剧卢州采药 就被当时同行的两位女恋气室 给盯上了 这要是一年后的历练大会 师兄再出去一趟 那自己这里 岂不是就要坐不开了 蓝领勒心底悠悠一叹 也完全想不明白 自家师兄到底哪方面吸引人 明明是那般谨小慎微 贪生怕死的性子 怎么会有除了自己以外的女子重义 更何况 左边这位 还是同代弟子最耀眼的那颗星辰 不过 认真思考的话 友情师姐真的好美 入座的时候 都是这般迷人 我要是师兄 肯定也抵挡不住她的魅力 呃 也不对 师兄很可能单纯喜欢她 蓝领勒又扭头看了眼右侧 因为九师叔的姿势 是侧趴在桌面上 从而让某处资本更凸显 然后 领勒抬头就看到门后的铜镜 经不住一手扶额 自己以后 还是有机会继续发育的吧 大概 抛开师兄的问题不谈 作为这处草屋的主人 蓝领勒觉得自己 不能让氛围继续如此尴尬下去 友情师姐 蓝领勒面颅微笑 小声问 您怎么有空来我们小穷风 有秦玄雅睁开眼 轻声回答 自上次回返山中后 我便受罚在破天峰闭门思过 未能寻到机会 来答谢长寿师兄 今日刚自入定醒来 才知已过了伐期 便得了师父应遇 来小穷风 对长寿师兄正式道谢 蓝领勒禁不住歪了下头 我师兄做了什么 指的师姐您感谢的是吗 她救了我性命 有秦玄雅轻轻抿了下嘴 略微汗手 那双如宝石一般的明亮眸子中 闪动着少许光芒 且还是两次 蓝领勒眨眨眼 有秦玄雅的这个表情 自己对着童敬小师兄的时候 也经常出现 一个酒师叔已经让自己压力巨大 突然又从天而降 一个友情悬崖 蓝领勒禁不住一手扶鹅 一颗芳心 时而愤生疾呼 时而气晚哀怨 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果然还是要不择手段 把师兄尽快拿下 以免夜长梦多 嗯 小雅 你怎么也在这 九九突然迷迷糊糊地问了句 揉着眼睛坐了起来 有秦玄雅恭恭敬敬地 将自己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起身对九九见礼 得了九九允许后再次入座 而后 九九又看着蓝领鹅 捂着小嘴打了的哈欠 问道 后面大阵打开了吗 蓝领鹅忙道 没你酒师叔 师兄好像是在练丹或者修行 我刚才用传信符喊他 也没回音呢 行吧 明明是定好的练丹时间 可能是有什么感悟吧 九九看了看蓝领鹅 又看了眼有秦玄雅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笑道 刚好小雅也在 领鹅 我们玩那个吧 蓝领鹅小声问 师叔说的是哪个 九九双眼越发明亮 上个月 咱们跟你师兄一起玩的那个 不是说 那是你们小穷风的保留项目吗 这个 自然可以 师叔您稍等 蓝领鹅手指轻点 将面前矮桌上推到了门口 三人之间顿时出现了大片空荡 他在储物法器中 拿了一只洁净的兽皮出来 铺在了三人面前 兽皮上画着一条长长的云路 云路分了一只只小隔 路上画了许多山峰大则 蓝领鹅问 有秦师姐要一起玩吗 有秦玄雅略微有些迟疑 看着这张地图略微有些不明所以 久久在旁家的剧 这是小长寿做的 相当有趣哦 听闻此言 有秦玄雅立刻点头应道 若是长寿师兄的杰作 请务必让我加入其中 师姐请看 规则这边有写 顺着蓝领鹅的手指看去 有秦玄雅顿时看到了熟悉的字迹 小声读了出来 灯仙鹿 别称模拟仙声 仙界大富翁 参与者将代表自身的木偶 放在仙鹿起点处 使用头子抛制点数 让木偶前进 每次落点 触发灯仙鹿上种种事件 触发时 每人获得三百点零食 零食以数字表示 最先抵达长生终点获胜 或游戏参与者想结束游戏时 以零食多少判定输赢 祝 不可用任何鲜食 零食 探查各色宝箱 也不可用半点法力控制头子 有秦玄雅读完 蓝领鹅已经将几只五颜六色的木盒 放在了一旁 木盒中有许多方形牌子 上面也有五花八门的标签 随后 蓝领鹅又取了三只颜色的小木偶 放在了云鹿起点 拿了一只六面的头子出来 这就齐活了 有秦玄雅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顿时有些不明所以 久久笑道 咱们玩一次 悬崖你就会了 来来 开始 我先扔 蓝领鹅忙道 要猜拳 决定扔头子顺序的 行吧行吧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一点也不知尊老爱幼 猜拳就猜拳 有秦玄雅 看着这有些跳脱的九诗书 还有旁边一本正经说 叫诗书的蓝领鹅 虽然略微有些不适应 但还是配合着一同猜拳 排顺序扔头子 她还猜拳猜赢了 有秦玄雅最先出手 扔了个五的点数 拿着自己的小木偶 在云路上前进五步 看到了木偶脚下的标签 你在打扫山门台阶时 表现出色 获得师门前辈 奖励零食二十颗 师姐在自己的零食数量 后面斜上加二十 哦 好 有秦玄雅一言照做 已经大概明白了规则 一旁的九九抓起头子 对着手心哈了口气 小心地扔了下来 看到头子朝上的数字 固定为三 九九咧嘴笑了出来 她的木偶前进三步 出现在一个画着紫色 五角星的方块中 快 紫色宝箱拿来 抽卡抽卡 蓝灵鹅将紫色的箱子 递了过去 九九伸手在里面一阵摸索 很快就拿出了一只木牌 好东西 好东西 灵鹅该你了 快扔 给本师叔扔个大金单回来 有秦玄雅仔细瞧着那木牌 却见木牌正面写着四的大字 俺也一样 背面则有两句解释 本轮参与者行动完成后 自动出发 拥有者可强行复制 任意其他参与者本轮收益 到我了 哼哼 蓝灵鹅扔骰子扔了个二点 是空白方格 毫无收益 九九顿时一脸嫌弃 拿着木牌 对准有秦玄雅 高呼一声 俺也一样 什么嘛 好不容易抽到这张卡 却只有二十颗零食 有秦玄雅也经不住轻笑了声 动作很自然地 拿起头子扔了点数 这次却触发了随机事件 在一只蓝色的木箱中 抽了一张竹牌 得蜜良缘 你寻找到了自己 相守一生的道理 举行了酒宴 可在其他参与者处 收取各一百枚零食的鹤里 九九和蓝灵鹅 顿时连连抱怨 有秦玄雅 却是轻声赞叹道 我能看一眼这些牌子吗 长寿师兄 当真奇思妙想 旁边兴致正浓的两人 只得停下游戏 将几个箱子中的竹牌 木牌 铜牌 玉牌 分别给友情悬崖看了一遍 四样牌子各有十二种 对应技能 正向随机事件 反向随机事件 宝物 像什么 我太难了 你回顾修行一路坎坷 感慨自身修为来之不易 卑不自胜 其他人为了安慰你 各自给你五十枚零食 顿悟 前进一格 沉迷杂象 你应沉迷于诗词歌赋 唱跳软扑 从而怠慢修行 失去后面两轮扔头子机会 大忽悠卡 你发动道法大忽悠术 成功忽悠住了上一个行动目标 从此人身上 获取两百枚零食 或随意宝物一件 等等等等 这都是长寿师兄做的吗 有秦玄雅满是惊奇地问着 旁边两人只能再三点头确认 别看了小雅 快继续了 是 师叔 弟子有些失态 这物件当真格外有趣 子子 看我的 哈哈 又是抽卡 出现吧 俺也一样 九师叔不可以作弊哦 才不会 跟你们两个小辈 用得着作弊吗 渐渐地 草屋之中满是欢声笑语 早没了此前的尴尬 傍晚时分 刚因为看了眼 吴维京 上卷 而突破了一个小境界的李长寿 自临终漫步而来 此前一直在密室中的他 此时也已经稳固住了自身气息 不会被人看出破绽 远远的 他就听到了草屋中传来的笑声 临时发现了有秦玄雅的身影 有毒 怎么来了 想了想 李长寿默默地转过身走回了单房 后面的欢笑声随风追了上来 久久的笑声较为豪放 哈哈 俺也一样 本师叔发了发了 有秦玄雅的笑声十分含蓄 也难得听到他会抱怨 哎 当真有些倒霉 弟子又沉迷杂项了 而成了一轮赢家的蓝灵鹅得意的一笑 对着两人道了句 我太难了 收灵十了 李长寿经不住轻笑了声 开启了外围阵法 想着没几日就要去东海 再去检查下自己的储备吧 这几年 有九九师叔相助 炼制了许多能毒杀真仙的毒丹 稍后还要将这些毒丹处理一下 做成毒粉或者毒液 方便斗法 虽然这次不会有用武之地 但总归是要有所准备才行